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命运的四条天机 逆则招来横祸 顺则富贵满汤 一起来听 一 事欲深者天机浅 显示横眼里有个故事 唐朝时 近世出身的陆氏薛某 因病发高烧 高烧到第七天他进入睡梦 梦中自己高着难耐 于是遇入水中 化为一条金色鲤鱼 寓意老者在船上垂吊 鱼耳诱人 薛鹿氏正准备张嘴吃食 心想 我明知他耳上有个钩子 若是吞了之耳 可不是被他吊了去 我虽然暂时变成了鱼 难道就不能到处求食 偏要吃他钓钩上的耳吗 于是他便到船住为游了一遭 怎奈那耳香的厉害 恰似钻入鼻孔里一般 肚中又饥饿 最终犹豫再三 薛鹿氏难抵鱼耳的诱惑 张嘴咬勾 碎成老者掉悟 冯梦龙点评道 眼里石得破 肚里忍不过 生活中贪生色 贪权贵 贪钱财的人 莫有不迷失心智的 而心智的迷失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 一个人的欲望过多 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和灵性 庄慈早就说过 其是欲身者 其天机浅 通所来说就是 欲望太重的人常常犯傻 没有智慧 欲望太重的人烦恼也多 给人笔楼之印象 欲望乃人之天性 然而一旦与世字相连 与身字相坠 便成为万恶之源 不以物喜 少一点物质的欲望 不以己悲 少一些名利的强求 生活定能 天光云影 内心便是云淡风轻 中获华之春满 天心月圆的大美意境 没有自制力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二 少事为福 多心招货 汉朝时有一个小吏 名杜轩 被邀到上司英斌家中做客 饮酒时 北壁有斥弩 照于杯中 其形如蛇 杜轩害怕又不敢不饮 只能强忍的头皮 把酒喝了下去 回到家中 杜轩越想越后怕 茶不思饭不想 最终病倒了 应斌听说此事之后前来探视 杜轩说 那天在你家喝酒时 杯子里有条蛇 应斌于是再请杜轩来家中 鱼顾处射酒 杯中顾腹有蛇 原来是在大厅墙上挂着一把 像蛇一样的弓 硬射到酒杯中 知道缘由后 杜轩的病马上痊愈了 在跟坛中讲 福莫福于少事 祸祸祸于多心 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没有凡事叨扰 最大的灾祸就是疑神疑鬼 所谓疑心生暗鬼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是非 都是由自己的疑心而引起的 一个心地光明的人 自然养腐无愧 根本不用去怀疑别人 对我有什么不利的言行 只有庸人小人闲人 才整天为闲事琐事 或一些风言风语而忙碌 为一副全世争夺名利奔波 为人言碎语 费尽心神的猜疑 整天奔波劳碌 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 无事一身经是最大的幸福 心如止水 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 猜疑是最大的灾祸 与其多心不如少跟金 三 藏巧于折 欲轻于拙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燕书 14岁时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 原本不用参加科举考试 直接得到官职 燕书还是坚持参加 当考题发架后 他发现自己曾经做过类似的题目 便主动向考官说明 并要求换一道题 当官后 燕书很少参加官员之间的社交 总是直接回到家里闭门读书 皇帝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赞他说 居官之后 爱卿还能坚持闭门苦读 精神实在可嘉 燕书却说 我不是不想去宴饮游乐 只是因为家贫无钱才不去参加 我是有亏于皇上的夸奖的 由于燕书既有真实才学 又质朴诚实 被皇帝剔成为宰相 有位哲人说 不懂得隐藏 自己智巧的人是一个真傻瓜 卓者并非斟酌 实乃藏巧于拙 大巧若拙大智若鱼 乃真聪明真智慧 只不过用一张假糊涂的脸 来遮掩自己的聪明罢了 秦国大将王毅 在出征灭楚之前 向秦王尚书请求 要钱财和咸阳附近的田地 其实他并非真的是贪图钱财之人 只是为了向秦王证明 自己所求在于良田 家产之类的财物 而并非手中的兵权 老子曰 英丽如睡 虎行似并 这正是他们射鸟 世人的法术 藏是一种学问 也是一种技巧 用笨拙掩饰聪明 宁可随和 也不能自命清高 是为人处事的最佳法则之一 能藏巧于卓者 不避小利 不去臣服 能欲清于卓者 随时顺畜 游刃有余 四 派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大千世界云云众生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高深莫测的人际社会 向我们勾画了一幅 人心难测水难凉的图画 自古以来 善良的人们 由于没有防人之心 遭遇失败 甚至丢命的势力 不胜美举 白居易天可度一失踪 有句话叫 教君眼鼻君莫眼 使君夫妇为参商 讲的就是一个著名的典故 眼鼻 战国时 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人 楚王非常溺爱他 楚王的原配郑秀 看准了楚王爱美人之身 也对美人关爱有加 甚至超过了楚王之爱美人 借此 楚王称赞郑秀无嫉妒之心 当郑秀知道 楚王对自己已经非常放心后 就对那美人说 楚王虽然认为你很美 但对你的鼻子不大满意 以后你见楚王时 一定要眼着鼻子 这美人果然在 每次见楚王时都眼着鼻子 后来楚王问郑秀 为什么美人见我总眼着鼻子 郑秀回答 他说因为讨念 你身上那股臭味 楚王文言大怒 立即下令卫士 把美人鼻子割去 正所谓 人无害虎仙 苦有伤人意 掌握交往中攻防的技巧 躲开背后的袭击 是必须学会的生存智慧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的真谛 是在真诚待人 和防人之间找到平衡 在防人的同时 不要害人 事事动明 却不以事故待人 方得通达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树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树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树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